选球最高的直篮选手是中国的南篮选手孙明明 身高有236公分 另外有移动长城之称的姚明 他的身高则是229公分 如今将会出现一位后起之秀 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一名高中生 他才17岁 身高就有231公分 堪称是目前全球第二高的篮球选手 由于他目前还在成长期 仍然不断地在增高 每一次只有转高 膝盖就会剧烈疼痛 甚至导致脊椎侧弯 不过他仍然决定发挥他的身材优势 在篮球路上继续努力 篮球场上轻松射篮 手一举就能灌篮谁也篮不住 这个来自罗马尼亚的高中生叫做罗伯特 今年17岁 身材高人一等 足足有231公分 比NBA里任何一位球员都要高 直近他瞄准篮框 轻松就带球上篮 罗伯特的爸爸就是罗马尼亚篮球国手 身高有220公分 妈妈也有180公分 在父母的遗传下 他从小就高人一等 永远都坐在最后一排 巨大的身材 让他开车也得搭费周章 必须挪动座椅跟方向盘 才能塞得进去 床铺也是特制大床 长达244公分 在父亲的熏陶下 他从小打篮球 身高看似让他占尽了优势 不过也导致脊椎侧弯 加上体重过轻 跟身高不成比例 我喜欢玩的 除了打球 罗伯特也热爱弹琴 一动一进 一样性情 原本罗伯特不打算走篮球这一行 后来信念一转 决定发挥老天赋予他的优异条件 继续在篮球之路努力 罗伯特还在发育期 每次长高都会感到膝盖剧烈疼痛 连医师都无法预测 他何时能不再长高 为了打造比例均衡的体态 他开始努力增重 一天得吃上五顿 他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打入NBA 渴望成为继姚明之后 身高与成绩都亮眼的球星 温吉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